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摩西生下来 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 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 并不怕亡命 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子子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 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 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因为他想望所要的赏赐 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怒 因为他恒心忍耐 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他因着信就守于月节 行洒雪的礼 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 他们因着信过红海 如行甘地 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 摩西出生在西元前十四世纪 而耶稣则出生在西元前几年 经文却指出摩西呢 他为了基督受凌辱 恒久忍耐 就如同看见那看不见的主 摩西既贵为埃及的王子 但因为要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奴隶的身份 而受到凌辱 而且还是为着主耶稣的缘故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呢 这不就跟我们也蛮像的吗 我们是一群在21世纪生活的人 没有人亲眼看见过主耶稣 就像摩西一样 他也没见过主耶稣 所以我们可以从摩西的信心成长 来勉励我们自己的信心成长 摩西的出生有一个奇特的身份 他不像一般的孩子 在亲生父母的身边长大 他是在养父母的身边长大 他有尊贵的身份 却不是他真实的身份 等到他认清楚自己真实的身份 他就领受了神赋予他一个重大的责任 就是成为一个领袖 而他在这个做领袖的过程当中 受尽了各样从人来的委屈凌辱 但他能够坚持完成神托付他的使命 就是靠着忍耐 如果信心是一颗种子 那忍耐就是最好的肥料 能够在困难的环境之下忍耐 必会造就出一个强韧的性格 而韧性呢 也是现代孩子所缺乏的 因为过得太好了 所以无法面对挫折 也无法经历失败 信心的成长 可以带领我们的孩子 有更强韧的生命力 这就让我想到 在希伯来书六章十五节 亚伯拉罕很久的忍耐 就得了所应许的 而在今天的经文 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七节 摩西因为他恒心忍耐 就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所以忍耐的好处多多 让我们勇敢地面对神 所为我们预备的难处 学习忍耐 等待神的应许 等候那看不见的主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从出生到年老 主你都看顾 谢谢你丰盛的恩典 无尽的爱 求圣灵帮助我们 常常结出忍耐的果子 生命中可以经历 各样美好的应许 凭着信心看见主耶稣 求主赐给弟兄姐妹们 一个美好的周末 预备好在主日的时候 一起回到神的家中去敬拜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